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 2024年10月25日 周六凌晨 溢甲继续有比赛进行 届时 托连奴将主场迎战科目 M直播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托连奴正处于连败打击之中 球队士气低迷 托连奴示意主场或将再度沦陷 托连奴近期表现十分糟糕 连同一杯第二圈布迪恩玻璃在内 托连奴近期遭遇四连败打击 其中不管半场领先战和还是落后 他们都无法抵挡失利的厄运 更为糟糕的是 托连奴最近后防堪称灾难级表现 最近五场各项赛事 后防单场最少失两球 过去三轮联赛甚至每一场比分都为2比3 看来经济主题三后卫的托连奴需要好好思考 是否需要继续沿用三后卫阵势 托连奴攻城拔债的任务将落在查当斯 以及安东尼奥沙拿比亚等人身上 他们均具备一定的进攻能力 但能否帮助托连奴洗腿就不得而至 阵容方面 后卫舒卓斯和中场沙瓦等人因伤缺席 科目近况优于托连奴过去五轮联赛 他们斩获二胜二和一副之尚可战绩 其中拨达三场进攻端能够攻入最少两球 两场胜仗比分均为3比2 必须要指出 科目最近入局状态较快 均能在上半场取得入球 同时 最近五轮当中只有与阿特兰大一半场处于落后位置 总体而言 科目在上半场表现得相对活跃 这将会他们是一争胜奠定良好基础 博德烈古特罗尼经济联赛表现不俗 目前八轮过后 此次已经斩获四个入球 在联赛神射手榜中台名前列 另外 科目近期主力基本健康 阵容完整度远远优于托连奴 主帅在排兵布阵时将拥有更多可能 有见及此 科目此行值得看高一线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你的赞和订阅是我们的鼓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